请 喂 这么晚找我出什么事 我好不容易找到 脱身的机会 尚明请来一队高手 要在当地闹事 不知这个情报对你重不重要 但是我想 对国际刑警 他们会非常感兴趣 什么高手 蝎子 蝎子一队人 引导了美洲 他们现在 就在尚明那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搞一个叫 茶菜的人 此人是C国派到 特种部队学校的一个学员 你还记得 尚明父子 找C国部队袭击的事吗 击毙他父亲的 就是他 他是一个狙击手 尚明等了很多年了 就是要等着这个机会干掉他 这是要重要的情报 不光涉及到 友好国家特战队员的人身安全 更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特战队员小组 也来到了勇士学校 和茶菜一起受训 一起去执行任务 如果写得真要是动手 对我们的特战队员 会有一定麻烦 白萨 你不会告诉我 我儿子也来了吧 我只能告诉你 你猜对了 他也在勇士学校 跟茶菜一起受训 你为什么派他来啊 金江云 您冷静点 派谁去 那是组织上的事情 你儿子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次国防部 派举七名特战队员 他是其中之一 这是军队的事情 但是你这情谋患重要 我马上想上去报告 如果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马上通知你 你要记住 情绪不要激动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我能不激动吗 我活地了这么多年 我牺牲了我对所有的一切 你难道还让我再生我的孩子吗 你听好了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马上把我儿子送回国去 金江云 你也是老侦察员 出生入子这么多年 你怎么这么还不冷静啊 你知道吗 你的儿子是当兵的 他是军人 我没有权利调回他 对你的要求 我可以转告军方 要求他调回你的儿子 可是你要想一想 这让过我的国防部 和当地的国防部早说呀 如果单独地调回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在部队他怎么做人 他怎么 他犯错了还是怎么 你让这个命令怎么下呀 你可要想一想啊 你还要我 去申请调回你的儿子吗 对不起 是我太激动了 我错了 你说的对 不能把他一个人调回去 如果他一个人回去 他就会失去他所有的战友 我不能看到他 在街上一人 这些年我街上一个人 我知道这种痛苦的滋味 金江云啊 我知道你的压力 特别大 你要放松鞋啊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鞋子在哪里 有你的准确情报 有估计刑警 和鞋关国家业关部门的协力配合 他一定会没事的 金江云 你要坚强些 我知道 儿子是你最关心的 他现在成长得很好 他现在是光中的一名解放军战士 还是最优秀的特战队员 你应该为他骄傲 金江云 将来你的儿子 也会为你骄傲的 我们也为你骄傲 你是我们的英雄 金江云 再坚持坚持 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你的卧底就结束了 我就把你撤回来 那我给你解放 再坚持坚持 那个时候 你就会跟你的儿子在一起 永远地生活在一起了 万少 谢谢了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 祖国谢谢你 不行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儿子 和他们所有的占有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看清楚的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绝对的冷静 是 挂了 来 鞋子跑到南美去了 来 谢谢你 少了一堆垃圾 对吗 古代汉 一时就等剧也是 平台线上 只是少了一堆垃圾 对吗 善儿 看不出来 你还很有正义感的 对于我来说 只要付给我足够的钱 魔鬼在我这里 也可以是上帝 这王青山 他出卖了生命 你出卖了我 但是这是他的工作 我尊重他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过我会要在这里相拥 他传递出去的情报 很快就会反馈到这个勇士学校 勇士学校也会采取 下一个人的车施来对付他 那我们怎么办 算 叶伟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机会 如果他们不离开 这个该死的勇士学校 我们都有什么办法 我们毫无办法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这一次是军中之军 看谁玩得更好 叶伯 明白 我去准备捞出夹子 就等他们落网吧 好 就